近日乘风破浪姐姐中,蓝音的表现引发网友热议,她在节目中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,不仅如此,还对同队的队友过于要求,因为她过努力,把野心都表露在脸上,对网友评价,营销过度,随后蓝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 我认为一个人有野心不是可耻的事情,人生只有一次,为什么不好好拼搏一下,她表示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平白无故的,不需努力,成功的几率就是零。 此外她还鼓励女孩子们要正视自己的内心,如果你是一个内心充满欲望的人,就应该勇敢地讲出来。 大部分网友听后都表示可以理解,人类的本质就是仰望强者,但也有网友表示,蓝音的这种做法不是有野心,而是利己主义,但是节目是节目,既然是比赛,那都是有输有赢的,看看热闹就好了。 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很平凡的,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,我觉得有野心一点都不可怕,而且我也非常鼓励,女孩子们都应该要正视自己的内心。 如果说你是一个最静好,想要过好,平凡一生的人,那这很好,但是如果你明明就是一个内心充满着欲望,想要去乘风破浪,想要去披荆斩棘的人,那你就应该要勇敢地说出来,不要给自己徒增这种无谓的,撕裂的这种精神的痛苦,我们的人生那么的短暂,与其说为别人的人生去喝彩,还不如自己走上战场。 输死一搏,输了也不可惜,起码我尝试了,但是我始终认为,你努力了,就一定会有收获。